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鳩 2020年是我創作開始以來的第13年 如果你是小學一年級開始追我的作品的話 哇,那今年就是大學一年級了呢 如果你是大學一年級開始追我的作品的話 那今年,你可能還是單身 喔不,你可能已經是有兩個孩子的爸媽了 這幾年來一直有人問我說 當圖文作家,是不是很困難啊? 其實當圖文作家不困難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你只要有紙跟筆,有天馬行空的想法 都可以自詢為圖文作家 我從國小開始就一直很喜歡畫畫 記得以前有那種數學作業簿,一格一格的 就直接被我拿來畫四個漫畫 然後還假裝自己畫連載 我記得我第一本畫的主題叫做飯團超人 是一堆飯團變成超人,然後打怪的故事 畢竟小學時期最喜歡這種英雄王道故事 然後當時還畫了30幾本數學作業簿 強制班上同學傳閱 當時我問我朋友說 欸,你覺得劇情要如何發展比較好啊? 他就說 嗯,我覺得 我認為這比較好看 靠北喔 然後我還拿給老師看 其他幫我評分1到100分 結果老師給我評價上上上 老師你是不是在敷衍我 當時我就一直以這幾本漫畫為榮 一直到畢業的時候 大家都在流行在畢業記者上面簽名 但是我比較喜歡裝逼 我就直接拿我的漫畫去給大家簽名 順便嘗試傳閱 後來傳閱傳不知道為什麼 就傳到了校長手上 校長很開心地說 很好看啊 怎麼不早點拿來可以在校看上啊 然後在飯團超人最後一集的後面簽名 當時的我姐姐是爽飯了 因為對小朋友來說 校長當時就是一個很偉大的存在 第一次接收到大人為了肯定 讓我差點哭出來 真的很慶幸也畫出飯團超人這個漫畫 但最後飯團超人就在畢業前傳來傳去 然後就不見了 但飯團超人肯定還在世界上某個地方 繼續打擊犯罪吧 升到國中時 就開始玩網路遊戲 當時最愛玩的遊戲 叫做翻滾小子 後面改名成 害幼充電跑online 這款遊戲基本上就是一直跑步的遊戲 但也是我人生目前為止玩了最久的遊戲 為什麼會特別提到他呢 因為我人生中畫的第一個同仁制 就是以這款遊戲為基底 當時因為太愛裡面的角色了 還自己在遊戲討論區上面又開始畫廉載 當時沒有電話的概念 所以就在學校用紙筆畫 然後放學再拿去7-11 掃描上電腦 當時都把買食物的錢拿去掃描 所以我國中只有45公斤 國中就開始提到體驗漫畫家的生活 而因為當時姐姐都會偷買少女漫畫 對姐友出賣點的Sorry 但也因為她的偷買 所以我以前的畫風都被重差有菜 零差會影響 不管怎樣就是要把畫面填滿 眼睛大的跟鬼一樣 這也是我第一次發現 原來在網路上放自己的圖片 也會有很多人看 然後大家還會下面給你看完的評論跟建議 也因為我這款遊戲 讓我的畫技有了些微的進步 於是從這時候就開始放肆了 我想要畫更多的東西放到網路上 我想要累積很多觀眾來看我的東西 於是 就沒有於是了 國三開始準備大考到升高中 就直接把畫畫停擺了一陣子 當時因為太喜歡畫畫 跟媽媽說 欸媽 我想要去考美術班 然後就直接去參加美術班考試 但因為完全沒有學過任何畫畫 零基礎 都是自己看漫畫亂學的 而且都是少年漫畫 當時還有一題是要考水彩 題目是要畫出紫羅蘭 結果怎麼調都調不住紫色 然後紫羅蘭怎麼畫都畫不像 結果畫成了很像大便的東西 我永遠記得旁邊的同學看到我的頭 還噗痴了一聲 希望你永遠變迷 最後就直接靠基策直接上了地方高中 不要問我什麼是基策 上了高中之後 無名小家開始興起 那時候也開始有了許多圖文作家的崛起 例如說彎彎、海豚男、四小折等等 但對我影響最剩的就是四小折 現在開始告白時間 當時一眼就迷上他的精緻畫風 還有超級可愛的字體 最重要的是 在當時大家都在無名發廢文 或是寫日記、索密碼 讓暗力的人猜密碼 猜到咪笑的時代 這些人竟然用圖文來畫出日常 當時的我覺得超級屌 我也想要這樣子做 所以我就立馬創了一個部落格 叫做阿舅高中生活 因為被四小折的影響 所以我一開始角色也沒有穿衣服 然後因為當時沒有任何工具 可以直接在電腦上面做畫 我就用滑鼠慢慢地畫 連字都是用滑鼠慢慢寫 一篇文章可能用打字的只要十分鐘 但是用滑鼠來畫 就要耗上兩三個小時 不過我非常樂在其中 因為電會對我來說 就是嶄新的一切 不過當時就完全是在畫一些 學校發生的事情 外人來看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畫什麼 但當時我跟滑鼠畫得很開心 一整個呈現自害的狀態 還記得第一篇文章是這一篇 完全廢文意義不明 然後我還記得下面的第一篇留言是 點屁喔 然後就這樣持續了半年 每天回家就是先打開電腦畫畫 當時大家都還沉迷網路遊戲的同時 我卻沉迷於用滑鼠畫畫這個抖N的行為 再度提早體驗職業漫畫家的生活 當時也認識了很多小小插畫家 那個時候也很流行用ANSN畫圖 請不要問我什麼是ANSN 謝謝 我們平常沒事就用ANSN畫畫聊天 但大家知道我都說滑鼠畫的時候整個傻爆眼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大家都用手繪板畫的 當時還是小高一的我根本負擔不起手繪板的費用 我就直接去求我媽媽幫我買 我媽就說 真的嗎?太好! 段考考前五名就買給你 OK 因為真的太想買手繪板了 所以那一陣子就毛起來狂讀書 那一次段考就考了班上前三名 原本我的成績大概落在班上13-16名左右 這件事情就證明了一件事 媽媽心機很重 喔不,有想要的東西就會拼命去爭取 然後我們就到附近的3C店 買了我人生中第一個繪圖版 3600元 W牌的 對當時的我來說根本就是天價 後來上網看發現網拍賣2900 回家之後立刻把它插在電腦上 然後 我發現我完全不會畫 邊看電腦螢幕邊畫畫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辦得到啊? 但都買了這麼貴的東西 我就想說 退掉買PSP好了 當然沒有這個哪裡退掉 那一舊的周末 我一直握在電腦前面練習用手繪版 包括看了一些網路上的教學文章 最後終於勉強畫出了比較能看的東西 從此開始 我的畫畫人生就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比較熟悉繪圖版之後 開始畫得比較精緻 速度也變快了 幾乎每天回家都會把今天上學的日常畫上去 就這樣也累積了一定的粉絲 無名的時期很喜歡辦彩點活動 所謂的彩點活動就是 累積觀看人數到哪一定的數字 就送獎品什麼的 看到數字慢慢越跳越高 那種成就感真的是爽到講不出來 第一次辦彩點活動是 累積人氣到8888人的時候 那個時候一直握在電腦前面狂刷F5 看看能不能自己踩到8888人氣 結果我直接到8889 但幸好當時有一些人同時踩到8888 幫我截圖 那時候開心到差點硬出來表框 然後我就是拿去表框了 年輕圖文作家的生活 就是如此樸實無華 但很爽 之後人氣就漸漸的上升 有時候不小心上無名小生首頁 或是搖戶首頁 當天的人氣就會暴衝幾萬甚至幾十萬 整個就是爽到重些 瞭瞭瞭瞭瞭瞭 瞭瞭瞭瞭瞭ましょう 它是將它的彩繃帆收起來好了 一萬五萬十萬 一直到高三累積人氣已經破了五十萬 順帶一提當時很紅的無名作家躲擊千萬幾條 我還想要更多的人氣 我想要創作更多的東西 所以 就沒有所以了 因為這個時候要面臨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試 統測 所以高三後期就一直在讀書 無名小生那個時候 就Cs person 4000 但期間我還是在創作 翻共小子的銅人圖 對我還沒 bonne 7 坑 應該是那個時候哽用光的導致嚇到眉梗 大考考完之後 有兩個月的空閒時間 那個時候幾乎已經廢到一個極致 這時候我就想說 嗯 是時候了 該拿出那場灰塵已久的繪圖版 過了一整年 我的無名小站重新開張 也多了一個角色 小狗子 小狗子是我玩翻滾小字池 認識的一位網友 他也喜歡畫畫 我就說 那不如就一起進行部落格 一起畫日常 他就說 嘩 而我的部落格名稱也正式改為 阿鳩惠圖同盟 那這個名稱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沒有 我只隨便起網友想的 從這裡開始就是我整個畫畫人生的分界點 整個風格大轉換 至於為什麼阿鳩會從有頭髮變成三根毛 學長這個人是怎麼出現的 我們下回待續 我也是現在去往後 我先給你一個延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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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